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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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建北學院流傳著這樣的校園傳說 據說在二十六年前 三年三班有一個叫做Misaki的學生 班上的同學都很喜歡他 好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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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 Misaki出意外死了 全班同學都不敢相信 兄弟 忽然間 大家開始喊了起來 Misaki才沒有死呢 他現在就在這裡啊 你們沒有看到他嗎 欸 你怎麼坐在那邊看著我沒看到你兄弟 你到底叫他不出聲啊 為什麼要開這種玩笑啊 騙人的 Misaki才沒死呢 對啊 你們看 他不就在那嗎 欸 兄弟 好久不見好久不見 欸 Misaki 你們幹什麼 幹嘛找我兄弟嗎 那一天起 全班同學竟然假裝Misaki還活著 就連老師也配合演下去 對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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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們萬萬沒想到 一個召喚死亡的笑容詛咒 就這麼誕生了 因為父親工作的關係 我轉學到葉劍北學院 這裡也是我媽的母校 聲音同學 以後你就是三年三班的一份子囉 要跟同學好好相處 有什麼問題都可以來問老師 好 謝謝老師 好 這就是我與她的第一次見面 這就是我與她的第一次見面 後來我才知道她叫做Misaki 對 那個轉學生已經來了耶 以前怎麼沒發生過這種例子耶 看來它很可能會是個問題 難道說今天會是有事的一年 我們該怎麼辦啊 不知道 總之 依照剛才的決議 從五月開始的規矩 大家一定要徹底執行 願大家 明年都能活著畢業 為了讓我快點融入班上 班長櫻木有李佳 跟副班長封敬志彥 一起帶我所需校園的環境 還告訴我葉劍北學院的三條禁忌 我跟妳說我們的第一條規矩 如果妳聽到烏鴉的聲音 當妳回到教室的時候 記得妳們要先跨出妳的左腳 否則妳在一個月之內會受傷 知道嗎 等一下 等一下 第二條 身上塞個機器後 成為米安這條問題上第一條 否則 考大學會弱嗎 欸 妳在幹嘛 我們又在跟妳開玩笑耶 閃月同學 欸 欸 欸 閃月 妳幹嘛推我啊 對啊 好啦 跟妳鬧子玩的嘛 我們沒有在跟妳開玩笑 妳知道真的很可怕嗎 這很嚴重耶 啊 我覺得想看 是不是真的有人會落榜而已啊 不是 欸 人家公共都已經這麼差 妳還害她落榜 她怎麼上大學 好啦 什麼意思啊 這 好啦 沒事 好啦 會幫妳不行 沒事啊 欸 三辰 妳在幹嘛 剛剛有一個同學 她的 她眼睛好像 沒有人啊 沒有人啊 有啊 我剛剛跟妳有個同學 沒有啊 我要跟妳說 最後是我們的第三條 只要是班上決定的規矩 妳一定要遵守 聽到了沒 好啦 可是我剛剛 沒有人 沒有人 有啊 沒有啦 走了啦 可是我剛剛是不是有看到一個同學 我聽三辰老師說 那個神緣 跟二十六年前的事件 跟二十六年前的事件 那個人有關係 真的嗎 這不可能是單純的巧合 我有不祥的預感 你們一定要快點把規矩 告訴轉學生 沒多久 我就交到了兩個新朋友 刺死何元 跟立月有始 那個也不錯 欸 一定要去看啊 你們自己去 我不要去 不要我啊 我去吃飯 還會在大街上這樣 哇 這一天 他們跟我聊著葉劍北的氣大不可思議 怎麼可能 像是蓮花池會伸出血手 他怎麼可能長腳怪 生物室的人體模型會走路等等 我真的啦 我聽過啦 我很坦白的告訴他們 其實這種校園傳說 我從來都不信欸 不信 除非 已經有幽靈 除非 有幽靈 真的出現在我的眼前 喂 神緣 其實 我有件事情要告訴你 神緣其實 喂 神緣 神緣你怎麼了 神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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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我們好像常見面耶 神緣 你知道啊 我為什麼要這樣 你最好不要跟我太接近 幹嘛 對不起我沒想到神緣會這樣做的 这下子被这家伙破坏的规矩 如果 五月都没死人的话 应该就没事了吧 还是 我们再去跟死人员讲清楚 不 等等 怎么了 现在才像大说 不就让我们的规矩产生了矛盾吗 我终于察觉到了 见吉林虽然住在我们的教室里 但大家好像看不见他 也没人提起过这个名字 难道说 见吉林并不存在 他会是幽灵吗 不 我明明看得到他 我要跟他说话 证明他的存在 如果 我说 大家都看不到我 只有神渊同学 你看得到我 你知道 会怎样吗 我告诉你 有人会死 你迟早会知道 在最近学校里 三年三班 是最接近死亡的班级 有一天 我无意间听到了那个传说 在二十六年前 叶剑北的三年三班 有一个叫米萨基的风云人物 死了 二十六年前 那不正好是我母亲咒读 叶剑北三年三班的那一年吗 这一切 有什么关联吗 你吓死我了啦 社长 你在做什么亏心事啊 我在看一集恐怖的校园传说 这叶剑北学院里 有一个只有你看得见 其他人都看不到的幽灵耶 他们称作 米萨基的诅咒 这篇我看过了啦 这才不是什么诅咒 不然呢 这是霸凌 怎么幽灵变成霸凌了啦 我不懂 这大概是那些学生想出来的 一种霸凌招数吧 把他们想要欺负的倒霉鬼 当成是幽灵 故意对他视而不见 所以才会只有转学生看得到 破坏了 那我先回去睡觉了 等一下 怎么了 这所一叶剑北学院 自从发生米萨基事件后 隔年三年三班 每个月起码都会死一个人 包括病死 意外 自杀等等 甚至有一年 就死了十六个学生 这不太正常吧 这不太正常吧 真的假的 我错了凯柔 这次的零一事件恐怕是真的 我们来研究看看吧 二十六年前 当大家假传米萨基还活着时 这个诅咒就已经开始了 每年开学时 三年三班 都会莫名其妙地多出一个人 多出来的人是谁 难道查不出来吗 真的查不出来 好像大家的记忆 都同时被篡改了 直到毕业典礼那天 才会惊觉 那个同学 其实早就已经死了 所以那个死者 他是米萨基吗 不是 每年的死者不一样 应该是说 当年那件事 意外开启了死亡之门 将三年三班 变成了召唤死者的场所 所以那个学生死亡事件 是由那个死者所干的吗 正确地说 是死者的诅咒 这诅咒就持续了十年 后来 连续死亡事件 就突然中断了 关于诅咒的传说 只记录到这边 也没说明后来怎么了 很简单 有人找到了破解诅咒的方法 不对 应该只能说是 虚谋辟邪的方法 你怎么知道 总是回程一下你就懂了 既然诅咒是有搬到多一个人而造成的 所以大家才会故意看不见那个女同学 当作她不存在 却偏偏被那个转学生破坏的规则 看来AJ每次免费到一场灾难了 走吧凯尔 我们一起去灰灰那个死者吧 这凯尔 你为什么会喜欢这种灵异事件呢 不知道不行啊 你不会怕吗 我觉得我还不够怕 我哪天跟我们面对面的时候 我才知道你会骂我 你其实胆子很大嘛 我觉得有到时候 还真精臭的 因为我们不觉死了 怎么会这样 但是我不觉得是这 这就表示 没错 翟尔 已经开始了 从今天起 我就是新任的班长 我周的左眼 是因为 因为 他会看到 不存在的东西 从今天起来 是 他会想到 自己的朋友 神话 他会想到 她会想到 在你 他会想到 反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